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面相的气色 稍微偏白,嘴唇也发白 多有脾胃方面的小的疾病 身体处于亚间刚状态 那么多跑步,多锻炼 或者是去健身房练一练会好一些 会改善一下身体的状态 自然运势也会改善 耳朵正常的高度应该是在眉眼之间 如果是耳高齐眉的话 心气比较高 做事容易,这个调子比较高 容易成名 耳朵如果是低到眼睛这里 做事比较被动 不会在面前显摆自己 也是比较顺从他人 做事比较低调 再加上这个八字眉 是很容易胆小怕事 大多数这种在家里相扶教子 成为一名这种闲内助比较适合 我们看这个 这个面有罗汉眉 罗汉眉就是这种眉毛 这种眉毛 性格乖张 脾气 暴躁 再加上这个印堂如刀伤一样 这个纹路比较乱 连心眉 这个眉间距比较窄的话 这种人是阻心胸狭窄 有的时候呢 就是跟女生出门的 还有女生买单 这种人 那么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嘴唇 嘴唇偏薄 为人比较冷酷 无情 心中 大多数想的都是自己 而且这个 这个眼圈呢 比较黑 可以看 可以看得出啊 是一个渣男 是个渣男 因为这个都是 这种 叫什么纵欲文 纵欲过度 就会导致这个眼圈 非常发黑 发暗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眼睛看起来呢 这个稍微 有点灰蒙蒙的感觉啊 黑白眼珠不分明 那么就是主判断力啊 比较弱啊 形势啊 多容易受到阻碍 没风角啊 没风起脚 看见没有 个性急躁要强啊 近期的运势啊 不是很稳定 法令文呢 基本上没什么 没怎么有啊 这个所以 这个整个脸呢 虽然是圆胖 但是 不能说这个圆胖的人 就是代表有福气啊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这个 夫妻宫的位置 夫妻宫的位置啊 偏凹陷 偏凹陷 所以说在这个感情方面呢 需要多沟通 容易有一些表达能力 不是很好 嘴唇比较厚 造成的一些夫妻感情的一些 误会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一定要表达出来 因为夫妻之间呢 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有很多的不同 那么这个看一下 国字脸啊 国字脸的话 一般呢 是不拘小节 通常呢 不孝的时候 给人一种威严感 还有信任感 朋友当中的好大姐 工作当中的小领导 但是同时呢 有多层眼皮 多层眼皮 容易 遇到育人不熟 或者是这个 为家庭所束缚 婚姻当中处于这种弱势的地位 在三十五到四十岁啊 要留意心情 这个感情的波动 眼睛呢 类似于羊眼 羊啊 就像这个 这个山羊的羊啊 羊眼呢 眼白过多啊 难免有点防客夫 就是客夫的感觉啊 这是姻缘呢 偏迟一点的 嘴小 没有 没有张力 看见没有 这个典型的兽气包啊 就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所以说这个 在婚后啊 一定要这个 管住钱袋子啊 这个 注意这个丈夫出轨 脸色偏黄 脸型偏大 加上眉毛粗浓啊 再加上这个大嘴巴 是这种土字型的脸啊 愿意牺牲自己 保护别人 个性呢 随意而安 能够接纳别人 属于有智慧 但是不是小聪明的内心啊 一般呢 不容易进入他人的内心 对于坚持到底的事情啊 不轻易会放弃 但是鼻孔呢 稍微有点漏才 好了 有关这个面向 就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八字 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看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